腾讯第三季度营收1423.7亿 同比增长13% 净利润395.1亿 公布2021年三季度财报 数据显示 腾讯第三季度营收1423.7亿 同比增长13% 环比增长3% 净利润395.1亿 同比增长3% 环比下滑7% 收入同比增长8% 腾讯在财报中表示 公司采取了新措施 全面落实中国的未成年人游戏 防臣民最新规定 而腾讯的收费增值服务付费会员数 同比增长10%至2.35亿 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铁除若干一次性级 或非现金项目的影响 以体现核心业务的业绩 经营盈利为人民币408亿元 同比增长7% 经营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30% 下降至29% 期内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应占盈利为人民币318亿元 同比减少2% 2021年第三季的收入 同比增长5%至人民币 尽管教育 保险和游戏等行业的广告需求疲弱 但来自必需消费品 及互联网服务等品类的广告主需求文件 以及合并一车的广告收入贡献 仍推动了广告收入的增长 活跃小程序的数量 同比增长超40% 这得益于腾讯加强了商业生态 以及加深的菜餐饮 零售及交通等行业的渗透 凭借打通企业微信的通信功能 与微信小程序 零售商可以让其销售人员与顾客 在私欲环境中进行线上交流互动 支付业务方面 腾讯的日活跃用户数及支付频率 维持健康增长 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出现新一轮疫情 而实行疫情管控措施 线下商业支付交易金额增速同比放缓 会员